哈囉,大家好,我張老師,張老師,來,來,先鏘一下,習慣鏘一下,來 今天我們談一下,談一下,那個六祖彈經,那個慧能,六祖慧能 那是這樣子啦,你們要聽什麼經,去找出家法師聽 我今天是六祖彈經,獨厚感,獨厚心得分享 你們不要把它當作法師,聽正宗的佛法去佛學院聽 他們有一套的理論,好像你在西方你要學基督教,不要亂去讀聖經 他們有所謂的神學驗,他會給你認證,會給你許可,牧師,傳教士,還是神父,聽好 那我們講講六祖彈經,那個六祖彈經,最精微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有去看看六祖,第一個,先講好,六祖他本身,慧能大師,不認識字喔 你看看,他不認識字用耳朵聽,他就會知道佛法 有沒有,六祖不是跟那個神秀嗎,每天弄很多,有沒有 沒有,這在跟你講個什麼東西 神秀他是一個典範,如果以老師這種,從研究文學的觀念來看 一個是典範,那一個叫做義君突起 比如說,到底人要頓悟還見悟,那會能講的是頓悟成佛嗎 可是你要注意喔,這有但書齁,老師已經講了恩賜 哎呀,講講我們的論語,你看,孔夫子講的啊 人有四種,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困而不學 書是講啊,人有四種,自便永利 很有智慧的,很有力量的,很勇敢的,很有,很有,對,自便永,還有力 你要分清楚,四種人都不一樣 慧能屬於那種,天生,天而知之,生而知之的人 那是叫做天眾英明 所以他可以講頓悟,聽好 他可以這樣子突然間頓悟,我們不行喔,聽好 但是六祖談經一直在跟你講的理念 其中最好的典故在這裡有沒有 有一次六祖慧能啊 他在走路啊,他叫行者,你知道嗎 行者 他就是要拜這個紅人大師啊,出家嘛 路上啊,就看到很多人在看 有一個棋子給風吹在洞有沒有 那一個就是說,現在是什麼回事 有一個說,是風動 那有一個說,是煩動 也就是說這個棋子在洞的時候 到底是風在吹這個棋子洞,還是棋子在洞 我們常常會講,欸,欸,你看那個棋子在洞耶 到底是風動還是棋洞,兩個在爭辯 那邊變齊積風,你看那個耍那個嘴皮子 這個時候慧能,還沒出家講一句話 什麼都沒有動,非風動,非煩動 是兩位啊,你的心在動 你看看 像這種功力喔,很難喔,很難喔 後來他不是修行了嗎 有沒有,那個紅人也知道嘛 紅人可能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紅人本來是準備把衣波 傳給這個神秀啊 神秀是講什麼東西啊,這個例子一定要講 那個,那個紅人是這樣無阻啊 其實禪中記下來 達摩、慧可、生燦、道性、紅人、慧能 到了慧能就沒有再傳衣波了 這個時候紅人啊,為了要度 度 眾生悠悠之口,就是來 把你們修行的境界 寫在這裡齁,我來看看你們的功力如何 那這個神秀不是寫得很有名的嗎 他不是講嗎 大師兄啊,講什麼 神寫下來 神是菩提樹,心是民進台 時時勤浮事,務時惹塵埃 哇,這個文章寫下來,這個祭寫下來啊 風動無臨,驚動萬狗啊 你知道嗎,多有名 神就是菩提樹,心就是民進台嘛 有時候會髒,說有空沒空喔 拿來把它擦一擦洗乾淨,好像擦玻璃 不要讓他有塵埃 欸,講得很好 你知道那個慧能不認識字啊 他也看不懂,他說 哎呀,思兄思兄,念給我聽 結果 這個慧能一聽啊 欸,好像還沒有開悟到那一個點 他就說,來 那個請一下這個師兄喔 我念你幫我寫 你看啊,那個慧能寫什麼 他說 菩提本無樹,明進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你注意看喔 菩提不是樹,明進不是台 都沒有東西,拿來塵埃 有沒有,有沒有提到什麼 空性 聽好,不容易喔 不容易喔 你看,空性 像不像那個金剛經講的 有沒有,空 不要去著那個像 齁,所以六祖坦經很重要在這個點 而且齁,六祖坦經 在跟我們一些凡夫啊 我們這些凡人書 凡夫啦,凡人齁 在修行的時候 你們不要一直去外求 齁,不要動不動 就是要這樣子那樣子 我跟你講 慧能在六祖坦經講得很清楚啊 講什麼 佛法在世間 不理事堅決 如果你出事密菩提 如如尋兔角 佛法在哪裡? 在你的這裡 在你的心 心還是在你的自性 我要講 在你這裡 聽好齁 佛法在這裡 不在佛學院 不在那些佛寺 不在那些寺廟 在你親近的這個性裡面 然後大家又怕聽不懂 那個慧能又再跟你講啊 什麼叫自性 何其自性 經典在這一句 一定要敲一下 齁,每次六祖坦經講到這一句 都會讓人家動容 什麼東西? 何其自性 他講啊 何其自性 本自清淨 何其自性 本不生滅 何其自性 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 本無動搖 最後一句話最重要 何其自性 能生萬法 什麼叫萬法 你不用求太多 當你心一通 萬法皆通 有人在學很多法 你不用學 你把這個心好好的安頓 老師啊 我心不安 我每天喔 這樣心不在焉 這時候如果高米老師說 你把心拿來 我幫你安 老師啊 這個心 密心 了不可得啊 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 師父就跟他講 我已經幫你安好了 我們台灣話講的 不拉威 講那個叫做 祭以佛語 你看 他現在一定 啊 原來我這顆心 就是這樣子 哪樣子 這樣子 講不出來 但是你可以體悟 凡所有像 都是希望 如見珠 像飛向其見如來 在講這種理論 所以六祖 六祖 談經 最重要的地方 在跟你講 一個人 一個人 真正的修道人 不會看到世間的過錯 所以很多東西 不要太相信外面的東西 你的心 最重要 你心中靜 心中靜 則佛土靜 所以你想要得到這個淨土 一定要先乾淨你的心 當你這個心靜的時候 佛土就會乾淨 聽好 心念不起 叫做 自信不動 叫禪 禪中 非常講究 做跟禪 但是做跟禪 一個是動 一個是靜 動靜之間 很像我們意境的太極圖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有空 一樣 六祖談經 拿來看一看 欸 蠻有意思喔 佛法在世間 不理世間絕 各位不要打什麼妄想 我要到哪裡去求佛法 跟你講 佛法在你這裡 孝順父母 有愛你的兄弟姐妹 對你的配偶好一點 對你的小孩子好一點 這就是最初階的佛法 把人的事做完 再來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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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 齁 我還是那一句話 這是老師的 獨厚心得分享報告 我個人的意見而已齁 你們還要聽真正的佛法 請到特殊的地方去聽齁 好 我們今天啊 六祖談經就講到這裡齁 還是那一句話 我已經講了第三遍了 何其自信 本自清淨 何其自信 本不生滅 何其自信 本不生減 何其自信 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佛法你們要勇猛精進去修 一法通 何其自信 何其自信 千萬適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解通 很重要